美国四位研究显理论方向物理学家获2023年迪拉克奖章 国际理论物理中心ICTP8月8日宣布 2023年迪拉克奖章授予了四位美国物理学家 他们是芝加哥大学物理学教授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杰弗里哈维 Jeffrey Harvey 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教授伊格尔克列巴诺夫 Igor Klebanov 斯坦福大学教授斯蒂芬申克 斯蒂芬申克 斯坦福大学教授 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伦纳德萨斯金德 他们因为在弦理论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收到表彰 弦理论试图统一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认为组成物质的基本单元不是粒子 而是极为小的振动弦 不同弦的振动状态对应不同的基本粒子 弦理论在解决基础物理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 也被应用于黑洞、早期宇宙、凝聚态物理等领域 并推动了数学的发展 哈维等人的工作奠定了一支弦理论基础 提供了实现粒子物理标准模型大统一的可能路径 克列巴诺夫等人建立了SCF对应 揭示了弦理论与量子场论之间的关系 申克和萨斯金德推导出了描述弦理论的非围绕方法 萨斯金德也是第一批认识到弦论可以解释对偶性的物理学家 迪拉克奖章是为纪念英国物理学家迪拉克而设立的奖项 他是量子力学和量子电动力学的奠基者之一 也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迪拉克奖章被认为是物理学界最高荣誉奖之一 不少获奖者后来也获得了诺贝尔奖等其他奖项 华人科学家李亚达张首胜文小刚也曾获得过这个奖项 弦理论是一种试图解释自然界中所有的物理现象和力的理论 他认为物质的最基本组成部分不是点状的粒子 而是类似于小提琴弦的一为对象称为弦 这些弦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振动 从而产生不同的基本粒子 如电子、光子、夸克等 弦理论的一个特点是它需要存在多于我们所熟知的四个维度 三个空间维度和一个时间维度的额外维度 这些维度可能是卷曲的或者隐藏的 弦理论的一个优点是 它可以将引力和量子力学统一起来 这是物理学中一个长期未解决的难题 弦理论还有许多其他有趣和重要的结果 比如全息原理、黑洞商、超对称性等 尽管弦理论获得大量资源支持 但近年来也出现质疑声音 认为它不是一个合格的理论 没有实验验证的预测 但是迪拉克奖继续表彰弦理论研究者的贡献 2020年也授予了弦理论奠基者安德烈内沃等人